台南美食雲集 丹在地的耕湯文化五花八门 样样美味 我们今天一起体验五家在地人推荐 一起吃起来吧 大家好 我是偷偷 我们现在来到台南这里了啦 我们今天会来到台南这边 是想要跟各位一起体验一下 台南在地人的耕湯店 而且我们是对于耕湯是情有独钟的 尤其是台南这边的耕湯 而且我们在来之前 有许多的观众向我们推荐的 台南在地人的耕湯店 我们等一下就一家一家吃起来吧 GO OK啊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到在地人的麵羹店了 我们开动吧 咕咛 高菜 还有煮的很烂的高丽菜 我是觉得说他这个汤头的味道 非常的在地 这真的是在台南才吃得到的味道 还有这家的特点就是 蒜泥这桌上 我们自己家 之前你跟我们推荐给我的时候 我就被这个吸引到了 我们再加一点 让更香美味的秘诀 还有说他这个鱼羹的鱼味是非常的浓厚 这个很可以 它这个就是经典的卤蛋 就是我们从小吃到大的味道 吃完了啦 那我们准备先往下一家吧 OK啦各位 我们先来到下大道奇鱼羹这里啦 我刚刚点了一份米粉面啊 我们点一碗羹面 我们可以同时吃到面还有米粉 你不觉得这有一种双重享受的感觉吗 我们来喝喝看 它这羹汤它带着台南特有的甜味 那些里面也加了我喜欢的沙茶 这个味道我很喜欢耶 我们来喝喝喝看 好啊好啊好啊 家 家 他们自己做的 这个 这个还好 哼 ereye 在这里 在这里 是小小×的 在这里 是小型的 冰淇淋 非常激烈 我这里 就是在这里 你均催 在这里 我是觉得他这豆芽菜放的份量非常的足够 我刚刚一口有吃到面条 米粉还有满满的豆芽菜 感觉他这碗面十分的均衡 他这家店所有特色全都有 我们来吃今天重头戏起鱼羹 说真的我是非常喜欢台南的这种羹汤的东西 因为他们里面做的这种鱼碗 它是会真的让你感受到这个鱼的味道 真材实料的 让我们很多在市售的一些鱼碗 可能吃起来就只有那种面粉感 来我们再多加点蒜头 我觉得这种 它越多越长 好吃好吃 那我们已经吃完了 我们再前往下一家吧 OK啊各位 那我们现在来到阿川土豆鱼羹了 我们先喝喝看它的羹汤 如果你这台南喝到这种羹汤啊 你可以把它的各家店的甜味做个分类的话 它这个是清爽的甜 这家店他们有部自己炒出来的辣椒粉啊 我们加一点试试看呢 还有说鱼块也是他们现场炸出来的 我跟妳讲 它这个鱼肉吃起来就是新鲜的口感 还有味道 如果你可以吃辣的话 它桌上有辣酱或是辣分 你都可以加点试试看 尤其是说他们店家自己炒出来的味道会更好吗 而且重点是我们吃到这一家 它这家店是有冷气的 比起前面来说 只有电风扇子这样子吹 整个吃起来环境差非常多 OK啊各位 我们已经吃完了啦 那我们再前往下一家吧 我们现在来到叶凤浮水丝木鱼根呢 这时候这碗送上来的时候 它就淋了出了 它那个酸味非常的浓厚 这就是另外一种台南的味道了 真的 每次之后回到台南这边才可以吃到这种 会让人向往的味道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 它这个汤口非常的浓郁 非常的高 我们再加它的辣椒油试试看吧 它们这碗里是点米粉面的 我们来试试看吧 它感觉起来它的面粉面团的含量 没有像其他间的这么饱满 它感觉起来它的面粉面团的含量 鱼肉口感比较多耶 我觉得这样就对耶 我是觉得这种东西没有道理 为什么北部都吃不到啊 真的是很莫名其妙耶 只不过我们今天来到这家店啊 它也是有冷气的 而且开的比刚刚那家还要强烈 我们吃到现在真的是舒舒服的啦 那等一下我们就出去外面做些尾巴 我们现在来到它隔壁的阿凤湖水丝木鱼羹 我们现在来到它隔壁的阿凤湖水丝木鱼羹 吃四家就好了 我们就再加码一间再吃起来 我们来喝喝看它的味道是如何吧 我们今天已经吃了五家根店了 可是这五家根的特点都是 也许会带一点甘甜的味道 可是它们的甜都是不一样的感觉 我是觉得这个非常的神奇啊 我觉得我们要加一点辣 感觉会更棒 这碗根湖的灵魂 比起刚刚的叶峰来说 它鱼肉感就烧咸肉了一点点 不过也OK啦 我还记得差不多五六年前 我有来台南一次阿 我也是有来吃到这家根店阿 所以我对这家店的味道阿 还有说它这边的模样 非常有印象跟集市感 我们今天就这样看到它了 就真的很想再来吃吃看它的味道 我们已经吃了五家的根店了 我们等一下应该也差不多 可以做结尾了 嘿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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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开秀拉开秀 OK啦各位 我们现在来到外面了啦 那么来说说我们今天吃五家根店的想法吧 各位阿 各位阿 我们今天从公英一路吃到海岸路 甚至保安路去了 可是我是觉得说我们今天吃的这五家根堂店阿 我真的都是觉得 要来到台南才可以吃到这样的味道阿 所以每次来到这边 我真的是觉得我一定要来上一晚 才有来到台南的感觉阿 而且如果你问我说 我们今天吃到哪一家我特别喜欢的吗 我是觉得 其实 这五家我都还蛮喜欢的啦 而且说今天的这一店家 每一家都可以跟他点米粉面 我觉得这是很有特色的地方 尤其我们是从北部下来的 诶 我们这北部 我们 点面就点面 点米粉就米粉 如果要把它点在一起的话 老板会跟你说 诶 你就点两份吧 只不过各位阿 如果你之后有来台南的话 我觉得 你也可以这样吃吃看阿 也许 你会有不一样的感受喔 好不好 那各位看到这边 有什么推荐吃到饱 或是在地小吃 欢迎留言告诉我 我看到继续回复的阿 还有如果你们喜欢影片的话 欢迎按赞订阅加分享 也欢迎加入我们频道会员 或是这种超级感谢观众支持我们喔 那我们就下个影片见啦 拜拜